Hello,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分享三个知识。两个可以在线激活的软件。一个万能视频下载器。另一个,这是一个超级系统工具。还有如何将手机变成电脑的摄像头。 先看演示。将一个视频链接粘贴到输入框。以我的视频为例。选择下载质量。选择下载保存的目录。如果需要,还可以选择下载之后转换格式。以及转换质量。点击右下角的下载按钮。 很快就会下载完成。 软件支持MAT和Windows双系统。 DMG是MAT系统的安装包。双击下方的安装程序。 用户名称。输入任意邮箱地址。 输入压缩包中的注册码。 点击注册按钮。 显示注册成功。 将视频链接粘贴到输入框。以我的视频为例。 选择下载质量。 选择下载保存的目录。 如果需要,还可以选择下载之后转换格式。 以及转换质量。 点击右下角的下载按钮。 很快就会下载完成。 软件不仅支持视频下载,还支持视频格式的转换。 以及将多个视频合并成一个视频。 不仅如此,该软件还支持屏幕录制。 屏幕录制功能同样支持麦克风录制和系统声音录制。 软件的强大之处在于多个视频同时下载。 微软刚刚发布了Windows 11.24H2最新版。 新功能一个比一个受用。 比如人工智能助手,Copilot,可以以独立窗口启动。 或者记事本直接调用,Copilot。 再或者直接将Android手机变更为电脑的摄像头。 今天先演示新版,Windows 11直接将Android手机变更为电脑的摄像头。 点击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点击蓝牙和其他设备。 点击移动设备。 点击养许此电脑访问你的移动设备后边的滑快开关。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 点击添加设备按钮。 点击添加设备按钮。 打开手机上的连接至Windows。 点击我有Q2码。 扫描Windows上的二维码。 输入屏幕上显示的验证码。 允许所有权限。 允许所有权限。 点击下一步。 Windows上点击继续。 这样就完成手机的添加了。 连接的手机允许Windows 11直接无线调用摄像头。 作为电脑的摄像头使用。 获取新的照片通知。 当手机拍照或者是截图时。 Windows 11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并且可以在电脑上直接编辑。 比如拍一张照片。 Windows 11马上就会收到通知。 可以直接打开或者编辑。 安装一个电脑端的微信。 测试是否可以调用手机摄像头。 这里肯定会有人说,手机版的微信自带摄像头。 还用在电脑上调用吗? 并不是所有视频软件都有手机端。 而且在某些场景下使用电脑更方便。 比如办公会议时。 电脑没有摄像头或者是摄像头已经坏掉。 电脑调用手机摄像头就派上用场了。 现在已经登录电脑端的微信。 打开手机上的连接至Windows。 在电脑端微信上随意找一个好友进行视频聊天。 电脑和手机端已经启动了视频控制。 这是好友的画面。 这是电脑调用的Android手机画面。 而且可以在电脑和手机上切换前置或后置摄像头。 不得不说。 这个功能真的很赞。 最后,如果您喜欢小妹的视频, 请给小妹一键三连哦。 HTC System Administrator,简称HTC Sedmin, 是一个适用于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强大监控和安全解决方案。 先来看一个演示。 在软件主界面, 可以查看其他软件的运行时间。 可以查看访问的网站的运行时间。 一些软件的安全警告。 以及电脑的运行时间。 比如访问一个网页。 返回到HTC System Administrator主界面。 点击Website选项。 即可查看在该页面停留的时间。 安装时,需要连网下载最新的程序文件。 点击Website选项目。 安装完成后,直接运行HTC System Administrator。 点击Please Register Now,进入到注册界面。 输入压缩包中的激活码。 点击Activate按钮。 激活成功之后,将看到这样一个提示。 在软件运行的基础上。 随时可以按下Shift加Ctrl加Alt加Z打开软件主界面。 或者在运行窗口中直接输入Sysamine。 软件界面一共有三个大选项。 第一个是Reports。 也是该软件的主要监控界面。 在该选项上,可以查看对其他软件、网站、警告、以及电脑的使用时间。 比如访问一个网页。 比如访问一个网页。 再来访问另外一个网页。 返回到HT System Administrator主界面。 此时,Worksites上的数字已经发生了变化。 点击Worksites选项。 即可查看访问过的所有页面的停留的时间。 第二个大选项,Rules。 主要是针对一些网站或者软件设置一些安全规则。 比如限制某些网站的访问,或者限制运行某些软件。 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这里就不再进行演示。 最后一个大选项,Settings。 除了一些通用设置,以及针对用户权限的设置,还可以设置远程访问。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 该软件的下载方式和其他软件有所不同。 如果需要卸载。 点击右上角的Menu菜单。 选择Uninstall即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